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來觀摩別人練習啊 台灣本年二輪特別開了一個 所謂的越野安家的部分 氣絲要出來 打開嗎 海膏 這是真的三重小孩騎成絲是嗎 這是最終考驗 是怎麼找到的 你告訴我你怎麼找到的 圈圈找不到居點啦 帶你來這邊 一模多 人生物品專賣店 像我們這一組那個就是兩萬 我是怎麼加一個零 對 超能力代表一切 各位小老婆汽車資訊網站大家好 我是大叔 我到旁邊的是 劉軒我本人 然後呢 中間的這一位很特別喔 他是台灣本田二輪的總指導員 黃指導員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大家看到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來觀摩別人練習啊 是這樣子嗎 不是嗎 不是 還記得之前跟我們去 還沒騎就倒車嘛 對 妳看 妳要騎就斷了 好 不知道了 請看這邊 請看上一集 上一集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 台灣本田二輪它針對 在今年開始開賣的CRF車系 特別開了一個所謂的 越野安駕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就是要讓大家 之後在騎越野的狀況上 能夠更安心 然後有一些基礎技巧在 然後運用在不同的環境上面的時候 可以能夠比較靈活一點 好 雖雖你要去哪裡 比較安全一點 回來 回來 你 不用擔心啦 不用擔心 我插發揮一下 今天會到Levels 你讓我心裡有可能 我們就是Basic 對 我們都屬於Basic 出街 對 主要是一些基本的一些 比較基礎技巧 我就說今天要注意什麼嗎 我會倒什麼 他說你是一定會倒的 你應該會倒吧 只是你等一下要知道的事情 是怎麼樣倒才不會受傷 對 沒錯 怎麼倒不會受傷 在什麼姿勢狀況之下 然後還叫我先下來滾單圈 先滾一滾 待會就不會再倒了 那我們待會就 我們就準備要開始正式課程 對 OK Let's go 騎乘越野就是 自然輕鬆的旅行 對 那其實 我們開辦這個課程目的 其實並不是真的是為了高手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去接觸這一塊 所以我們會從基礎的課程去開始做介紹 開始做講解 簡單的特徵 因為我們其實有拍了兩部影片 就是有空的話可以到我們YouTube上面去簡單看一下 好 OK 我們講騎乘知識 那講騎乘知識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件重要事情 在土路上是一定會晃 嗯 所以我們現在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待會在騎乘的時候 嗯 你隨時要想著車子會晃 嗯 好 那我們請兩位呢 大叔跟學學幫我往那個方向看 嗯 好 那我們做個大 好好好 雙腳平行 好了好了 雙腳平行 我們現在image想像一下 假設我們下面有一個滑板 嗯 你現在腳下踩一個滑板 是不是左右滑 嗯 好 那如果 我從這個位置 我現在踹掉你滑板 你人會往哪倒 嗯 對啊 OK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要踹掉你滑板了 請你先做好準備 不要跌倒 你會站 你會在哪邊 這場色 很棒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要有的觀念就好了 也許我們想像很多姿勢 可是你只要想著車子會滑 嗯 我永遠在外面等他 反向嗎 對 永遠就是在外面 雖然我們才會講到 騎乘制有一個叫外勤動作 啊 這個我知道 所以你車子會往這邊倒 會往這邊滑 你人就會在這邊等 車子會往這邊滑 你人就會在這邊等 我們如果往前坐啊 我們腳速就不好做 換檔跟煞車的動作 嗯 所以有一件事情 注意一下就是 在坐姿的時候 我們先講右腳 我們不會是放在煞車派板 這位置 我們會放在後方 因為你沒有辦法在這邊 腳翹不起來啊 嗯 因為我們鐵鞋會比較硬 對 所以會放在後方 好 那需要煞車的時候 再拿來前面踩 好 左腳因為也是因為 腳彎起來的關係 會不好打擋 對啊 所以我們打擋是用整個 用彈的 那退擋直接用踹的 上一集他就跟我說 怎麼了 因為我是很輕 他就跟我說站位 我說真的嗎 他說不會壞 對 所以我打擋就是 對 就是退擋的時候就用拆下去的 那上半身要學著放鬆 那手肘呢 就 氣勢要出來 手肘要盡量抬高 這是真的 三重小孩騎乘師是嗎 你這樣就站地區 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不行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能夠接受震動 你看喔 我們如果說著 我們這樣震動是不好 而且再來轉向的時候會卡 但是你手肘戴起來的時候 你轉向的時候才會卡 再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眼睛 不要是看地板 對 很棒 因為你眼睛一直在看地板 因為這邊會滑 你會怕 眼睛會看地板 對 那這個時候你會 你看這邊 人就會往這邊來 這好像這個月 我們在騎乘的姿勢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是要在外面 所以你越往這邊看 你頭越往這邊騎 甚至有很多騎公路騎習慣的 轉彎頭會抬下來 Yes That's me 待會 千萬記得不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危險的喔 所以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頭就盡量看向遠方就好了 OK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了 就是一些轉彎姿勢了 好不好 轉彎姿勢的時候 我們會出腳 對就是會去這樣 出腳要做什麼 是要滑嗎 要做平衡 對像大戶說的平衡 但是出腳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 傾腳比較大的時候 我的腳就會抬得比較高 我們可以先練習 我們先抬一隻腳 抬一看看 輕輕抬 很 輕輕抬就好了 輕輕抬 那我再抬高一點 哼 是不是很痠 對啊 好 那幫我做一點 身體往後躺一下 是不是就抬了 好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出腳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出腳是這樣 可是我真的要出比較高的時候 我的 我往後躺就會比較高 嗯 能做平衡 這件事很重要喔 所以我們說要夾住車子嘛 但是請大家幫我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腳掌往內翻就好 哦 你腳踩在腳一往內翻 你的腿就會收回來 嗯 這個路可能還好 但是要是一些那個石頭路面啊 起居路面 你可能勾到會把腳帶開了 嗯哼 會受傷 所以養成習慣 腳抬起來 就往內翻就好了 你就會自然去貼油箱了 好的 只要習慣做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坐姿啊 快速講完之後 我們就會講到站姿的事情 好的 站姿的時候我先講煞車 如果我站起來 然後還要這樣踩煞車 重心會跑掉 嗯 所以站起來的時候 會是像這個位置 然後煞車會直接往下踩 加速的時候呢 會加速 減速 加速 減速 他現在很害怕 好那沒關係 我們就騎看看吧 因為其實 你知道參加安家課 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 這些有經驗的指導員們 有經驗的教練 或針對每一個人的狀況去做調整 好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 影片上看到很多訊息 對 可是你沒有自己做也不知道 對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比較有經驗的 這些教官們 可以幫助你 能夠知道自己的狀況在哪裡 好 我們來做個操 好 運動一下 好 我們現在要騎車了 好 OK OK 那我們來做操吧 來做操 大屁繞一下 往前繞 好 順便深呼吸 真的 算是太僵硬了 好 反向 這時候 你身體在動的時候 順便就可以做一些 你身上的呼吸的檢查 好 那先進來 那我做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好 你放一下 自己給我 鐵腳耶 我們只要扣著 頂起來 然後 這邊頂著就好了 然後這樣子腳抬抬得高嗎 抬得高 可是你這樣抬不高啊 哦 對 所以你這樣抬得高 後面安全就抬高過來 跨過來之後 把後煞車踩住 後煞車踩住 OK 所以現在是不是就有 左半邊在皮膚上 這樣就好了 可以嗎 那下來也是一樣 好 扣著 這邊都是頂著車子就好了 然後下來 再做到 OK 扣著 打滿 好 然後踢起來 頂起來之後 可以可以 我可以站著踢起來 沒問題 等一下 右腳跨上來 真的嗎 好 倒到救我 對 靠上來 煞車 踩住煞車 踩住煞車 踩住 然後把車拉直 留你的左半 右邊屁股在車上就好了 你現在是踩實了 對 這樣是安心很多 哦 對 所以是一個身體 就是 這叫什麼 做這個現在可能還好 可是如果這邊高一點的話 你會下不來了 對 我上次就是這樣倒車 我在一個最高的點停車 所以你必須 我們都是教 踢完車就上車 人下來再踢車 所以人下來再踢車 然後龍頭向右打 向右打 打滿 哦 然後煞車抓好 煞車抓好 身體往前 身體往前趴 腳就抬得到了 下來把車推著 把車先推著 先推著 推著 然後把下車住 下車住 這樣子 這樣子抓 哦 這樣抓 哦 OK OK 然後再補一腳 再補誰 踢他一腳 踢他 對 好 放下來 我被拉滿 上來是最穩的 叮叮 一定要養成習慣 這樣就對我 好 酷屁了 你看你現在下車要學到了 對啊 我知道怎麼 下車了 厲害吧 對 你還來上課都不曉得 我之前都不曉得 我就亂下一桶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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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GO 我自己在一起 在這一趟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認識自動距離 因為每一個車子 在每一個路面上面的差距不太一樣 所以你認識了你自己這輛車 然後呢在土路上面的殺菌大概多長 OK 他很認真吹 好 絕對不能去攤彎中步步 因為地面上的摩擦係數沒有很高 好 所以你彎中太快你的車頭會出去 我的腳可能要剩一下 我的腳 OK 我的媽 不要 後面比較進階點的時候 就變成是你可以開的時間越早一點點 會改變你的突彎位置 幫助你轉彎 就是要在原地站起來 欸 可以放側柱嗎 不行 啊 可以什麼 好厲害喔 這是最終考驗 好所以反正這輛車現在是沒有中柱的 然後你就先坐著 好然後先抓好之後找到評分點 腳先收起來 腳沒問題了之後呢就把它站起來 然後就要成熟 然後這時候比夜 你今天就節約了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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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還沒有節約 上工了嗎 差一點 再給我一點時間 等一下還要比夜 我們還要配一下才可以 要三秒喔 對要五秒 要五秒喔 看你們要弄我就對了 這樣要站起來 然後要比夜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不多有感覺了 有感覺 有感覺一下 各位 你今天的最後一堂課 結業 他還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可是還有很多東西喔 還有很多東西喔 我再挖個洞給你好了 等大叔可能會 欸 對耶 我再幫你挖個洞 校官你知道我要搶什麼耶 我說怎麼等到卡普大叔好了 我可能就要下課 恭喜啊 蛤 恭喜啊你 各位我比大叔還早 好我生氣了 好 蘇州你到底挖完了沒啊 大叔看著我 看著我 看著他 看著我 好 圈圈哪可以來了 站起來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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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推一個喔 推一個喔 好厲害 好厲害 沒有中柱啦各位 沒有特柱啦 我一拼都可以多耶 什麼啦 喔 剛剛這說好重喔 腳縮起來 對 然後就 哇 是這樣嗎 對 你試試看可不可以平衡 對 先放單手 上半身放鬆 對對對 各位 李唐華特技團出現了 好 好難喔 好難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圈圈等你快點啊 一起啊 雞 不然你用大叔 你用我這台 這台可以 這台很好 那個洞被挖你 真的耶 我這洞超前的 我這有洞嗎 你給我開一點 啊我還是可以站啊 那你什麼人我什麼咖 不行啦 他這個不行 等一下 欸下車怎麼下 不是因為他打不過去 他那個洞洞啦 啊呆喔 太兇耶 他打不過去 你自己看是不是 還踹我 踹我 好 好 水啦水啦水啦 好啦 好啦 卡普大叔超棒 我看來今天是劫不了業 你前車車可以拉著 後車踩著 還會比較穩 各位觀眾 開一點喔 快了快了加油 啊閃一點 是怎麼找到的 你告訴我你怎麼找到的 圈圈找不到G點啦 靠我 B 你的力量 好不好 地板 不要會錯意 好嗎 各位 越來越黑 我幫你 好了 這應該是一個好屑了 這個透懂你看 好 這樣可以喔 你是教練 我要稍微吃點力 劉軒 等你吃便當 漂亮喔 漂亮喔 1 2 等一下 剛剛我落 我要落賽 我要落賽 先先撐著喔 拉斯 拉斯 天啊 這是它的 天啊 ру 好棒喔 我好棒喔 你好棒喔 好強喔 好強 好強 我們今天課程結束了 大家辛苦了 好玩好玩 真的好玩 學好多東西 因為我們今天是大約 大約先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讓我們之後會有更完整的一些安家課程 那也歡迎各位車主就是 帶著你的車來上課吧 歡迎各位一起來上課 重點要重要的事情 你的護具一定要先準備好 因為安全第一 所以看台灣本田二輪 買公司車的車主真是太有福氣了 就可以享有這種 來自日本那種體系的道路安家跟越野安家 真的是今天收益良多 謝謝總指導員 你看我們今天創紀錄了 沒摔耶 我們應該把他弄點土在身上 我們冰摔很棒耶 不是啊你玩越野身上沒土這樣對嗎 好我知道了 好敬業 好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圓滿達成 沒錯 下一個任務是什麼呢 什麼啦等一下不是到今天嗎 沒有我們還有你看你今天早上的裝備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帶你去找裝備 找乾爹 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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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go 帶你來這邊 帶你來這邊 這裡是哪裡 中和啊 中和的哪裡 南四角附近 好請看前面站旁邊的 伊摩多 人生布品專賣店 嘿啦 我跟伊摩多有點暈遠 是以前呢 我來做業務的時候 這是我店 他已經很久 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做越野布品 我是一直到入了這個坑之後才發現 他們是北台灣最大的那個越野布品店 店不是最大 但東西肯定是最多 喔對對對 如果說你市面上有一些你看到喜歡 但是外面找不到 你來這邊 他們一定都幫你叫的到 只要你有錢 老闆 伸給你 對 對 那好 那伊摩多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我們剛剛講 南四角附近 那這個地方其實非常好找 欸你在幹嘛 我在看東西 那你是看得懂是什麼東西啊 就 這應該是 就 護著我捏捏的東西吧 就你個頭啦 就你個頭 你在那邊看不看不出來 有啊 我看得出來這是帽子 好 我們 請最專業的 阿任老闆來幫我們介紹 有請阿任老闆 阿任老闆 在家地盤傻野這樣 哈哈哈哈 好 阿老闆 像萱萱他是個新手 如果說今天新手要來 挑選 從頭到腳的越野裝備 您會怎麼樣建議 如果基礎要越野的話 其實手套啦 互吸互肘是絕對不能少 安全帽一定不能少 那新手其實是比較容易 有失誤跌倒的機會 其實 上身的這些護具 護胸啊 護背啊 這個我也非常建議一定要有 男生女生有沒有分別 譬如在護具上面 會不會有一些設計上的差異 有些品牌確實他是有分 男生女生的護胸的 有分喔 可是大部分的其實都是 統一規 統一一樣的形式 就分尺寸來去做出不一樣的差異 應該是這樣 好那我們等一下請阿老闆 幫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一些簡單護具之間的差異 還要怎麼來搭配好不好 GO GO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安全帽 嗯 欸我看這安全帽好像有洞跟沒有洞 那個到底差別在哪裡 像這種有鏡片的 我們就是所謂我們的ADV的帽型 Adventure的帽型 鳥帽嗎 對對對 鳥帽也是這樣的帽型 那它像它有鏡片的目的呢 就是假設你今天騎的是比較穿越 比較長途的路程 或是你要騎比較多的快速道路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要在高速行駛 所以你必須要有比較良好的氣密性 嗯哼 有良好的氣密性 其實在你整天的行程上 你會覺得舒適非常多 因為像這種越野帽 它其實開口非常多 就算 這個 登登 風靜 可是就算當上風靜的話 其實只能在你眼睛的周圍側 把風給阻結掉 可是其實周圍的縫縫喔 它那個風其實 它的風很大聲 大概過一百年幾乎就快耳聾了 哇 所以其實很多騎ADV的車型的 他們都會選擇的是像這樣的帽型 有風靜的 就是整個 好 那帽子大概介紹完 接下來往下看 像護胸的部分 我覺得好像是很多新手不知道怎麼挑欸 因為好像有那種 就是整件人家出身的龜甲 跟這種 好像只有就是胸跟背的這種 簡單的護具 這兩個差別到底在哪裡 全身的護具 要有穿的話其實是最好的 都有是最好的 可是其實像 這種單背心式的 跟這種護甲式的 其實有時候在某些 起乘的狀況的時候 或者說今天氣非常熱的時候 我們進到山上 那你可能在某個點稍微卡關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可能推車 推不動非常熱的時候 其實像這種分開式的護具 你可以局部脫掉某些 因為我們現在在 可能卡關的時候 我們在脫困 我們不需要 可能不需要這麼多的 輕裝 對 簡單一點的裝備 在散熱上 你會比較舒服一點 OK 解決了 好 我們再往下看好了 我發現說 他沒有穿褲子 但他 但他有鞋子 但他有鞋子 對 那 越野靴 好像還有分很多種 鐵鞋 從鐵鞋來講到底需不需要 或說我穿多功能車鞋到底行不行 基本上鐵鞋 也是我覺得在越野車 你騎乘越野車 是一定要有穿這個鞋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因為其實 雖然我們在騎越野的速度 不會像公路的速度這麼快 可是 其實在越野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可能 我們輪子 輪胎滑掉了 常常 我們就被車子 壓在腳上 還沒有我們人是站起來的 我們根本來不及離開那個車 對 對 所以很容易被壓到腳 所以其實 一般我們鐵鞋 都是用周圍的這些硬的塑料塊 來去塑造成一個 固定的一個空間 來去抵抗外來的衝擊就對了 像如果我們今天不小心 滑倒倒車的時候 車壓在 壓在我們腳上的時候 你可能腳抽不出來 可是記著這個空間是完整的 我的關節不會受傷 對 不會讓我們人的 這邊 韌帶不會斷掉 也不會補折 最常遇到的就是這邊韌帶 對 OK 這樣 understand 所以鞋子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到一個 非常重要 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環節 護膝 那我們就請阿安老闆幫我們介紹一下 到底這些護膝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不好 OK 好 那基本上護膝我們比較基礎的就是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一種的 這個算是基礎型 其實我覺得護具類 你去挑的時候 你盡量會選擇有護膝認證 衝擊性什麼保護性 他們是有做過實驗的 那如果說你單純只是拿一個 一般的像什麼保護 溜冰鞋用的那種 直拍輪 我真的看過一個軟軟然後兩條線綁上去 我想說那個膝蓋不會有事嗎 應該會爆炸吧 那它如果說真的派上用場的時候 它沒有發揮它該有的作用的時候 那就有點可惜 OK 阿老闆講得太保守了 我想講連膝蓋就直接爆掉了 逼 那你手上這個它就是我們所謂的機械師的護膝 喔 護膝 對對對 這個也是 對 它這個也是護膝 對 護膝 那像這一種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機械腳 喔 機械腳 所以這個還不算是真正的機械腳 這還不是機械腳 要機械腳要像這樣的構造 它可能上下要各兩條袋子 像它這個機械腳 當你實際穿躲起來 其實它的膝蓋頭這邊的護具 不是貼在你的膝蓋上面 它就這樣完全通通 所以其實受衝擊 它幫你承載的那個 喔 受衝擊的時候 它把力量是散到這兩邊去 結晶欸 風冰丟 這樣這種基礎的可能 兩三千塊 我的膝蓋你有聽到嗎 兩三千塊 還滿友善的 可是如果你到機械腳的程度 就很不友善 加一個零就可以了 欸欸欸欸 不一定啦 不不不不 哈哈哈哈 基礎 基礎的這種機械腳 大概是從七八千塊起跳就有 欸 這樣那還是還可以啦 它的材質基本上就是ABS 那為什麼我聽車有講雪花排會到上萬 喔 雪花 基本上雪花排就像這個一樣 POD的 它就是用碳纖維的 但我們這一組這個是兩萬四 兩萬四啊 我是不是說加一個零 你剛剛還不如兩千多加一個零 兩萬四 兩萬四 可是我們真的有需要 花到這麼高的價錢來買這個東西嗎 呃 其實護具的話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求價格要買到很高啦 其實真的是有比貴還要重要 像這種 加了一些那個玻璃纖維絲在裡面的材質 跟這個碳纖維的 其實在強度上的比較像 當然還是碳纖維的比較強 對 可是其實那已經是有點趨近於 我們在比較它的極限值 喔 去比極限值 其實那個極限值 大部分都不是人體所能承受的 OK 所以其實是比極限值有點沒有意義 這幾年騎越野車下來 我的感覺啦 其實機械腳是一個非常值得買的 嗯 值得投資 而且聽說可以差很久 值得 很久很久 而且因為其實身邊很多很多車友 他可能穿了一般的護膝 然後可能他不小心跌倒了 那剛好傷了十字韌帶 喔 這很難處理 是 十字韌帶其實基本上是 每一個運動員的噩夢 對對對 沒錯 那他很多都是必須靠手術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其實他很值得投資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們機械腳很重要的就是 去保護我們十字韌帶 因為機械腳 它所要阻擋的力量就是 側向的平行的簡力 不管是這一項的或是這一項的簡力 因為我們騎乘車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我們腳彎曲著 然後底下被受到衝擊的時候 它有這一項的力量 它是會讓我們這邊的前後十字韌帶 都受傷 對 所以其實機械腳 是我真的覺得全身其實 這個機械腳是最值得買的 化型號 化型號 五顆星 鐵釣魚在銷售部分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護具是 因為老闆自己也騎啦 重點在他 他不是一個純商人 不是只有賣東西 而是因為他自己都會用 所以他自己也都用這個啦 有一些分享 為什麼你身上已經穿了一套 秀秀 這麼快啊 一套褲子在這裡 褲子在那邊 超級好看的 好看喔 對啊 說真的 像這種越野褲越野服啊 他有一定真的要穿嗎 或是說我穿牛仔褲 穿其他衣服不行嗎 其實像這種貼身的服裝類 其實比較重要它的機能部分 比如說像它的材質 它有些材質可能是有耐磨 或是紙花 你看這是皮耶 那這一定比較貴一點 沒有沒有一般都有啦 一般都有是不是 因為我們要夾車的時候 就是靠這個 所以這個防燙 對還有防燙也是靠這個的 其實你穿裡面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那個衣物 就要一定要非常貼身啦 你不能寬鬆 你寬鬆的話 其實它就是空間很多 然後我們一樣在動作的時候 對 沒辦法固定就對了 那說到這個 到底上面這個衣服是要穿鬆一點 還是要穿合一點 這是L號 我平常都穿M號 其實這就看平常你穿著衣服的習慣啦 那當然說如果說你今天你要搭配的護具 在裡面的時候 那可能你就是要稍微放鬆一點 就肩膀會撐起來 它就會變比較短 美眼綁 OK 所以其實穿裡面穿外面其實都 所以老闆你自己本身喜歡穿頸的 還是 我習慣穿貼身啦 然後護具我也都穿裡面比較多 因為外觀上拍起來 比較帥 可是等一下我有問題 如果是我今天騎ADV 你有ADV 你現在自白了吧 大家說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如果說有些人他就是 我就是沒有要去林道 或是沒有要去騎場地 那我如果是有公路通勤的話 ADV服您會怎麼建議 ADV服其實 其實 ADV服它都是帶有非常多的機能性 它有很多的通風的那種拆蓋設計 喔 你看 舒服餒 涼爽 對啊 我知道大叔年紀大 比較喜歡舒服的東西 其實ADV服它一個設計的重點 因為其實ADV有時候在可能在歐美 他們要穿越的那個環境比較大 每天要歷經的歷程跟 高山平地下雨 我在經理 我在經理 有那麼難嗎 我在經理這一集 生理其境 所以他們其實整天的行程下雨 可能會遇到下雨 他就必須要雨衣 這樣這個就是雨衣的設計 他可以猜嗎 他可以猜 OK 它是可以分很多層次的穿法 然後在像這種冬天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這個保暖層在 它到底有氣球 保暖防水三層三層 OK 這個真的厲害耶 所以ADVENTURE的衣服 很多都是這樣的設計 因為他們的騎乘環境 可能一大早出門 日文它會比較大對不對 對 然後可能它穿梭這幾百公里的過程中 的氣候也很不太一樣 所以它必須要有非常多的 不一樣的機能 所以它是比較屬於有機能性設計 跟單純這種樂服就是 就是有點太一樣 其實像這種樂服 我們比較重視的是它的材質 像學生它身上這一件 它就是比較高階的 它這個它的稀絲排斷能力 是比較高的 快摸一下 不要 不想摸 像我們入門型的 它也是稀絲排斷材質 是它的吸水能力 或許沒有這麼的強 這時候也是取決你的超能力 對 超能力代表一切 對 超能力代表一切 好 接下來就是花錢的時間啦 喔 媽的吧 接下來邀請我們的老闆幫我們搭出 宣宣適用的一套 然後看看這樣子總偷偷我要花多少錢 好 那我們就去花錢吧 哦 啊 它只是阿拼斯達它都可以 소개再看我都可以 這個可以 猶貌尺寸它就可以 又是阿拼斯達 喔喔喔喔喔喔喔或 останов 喔喔喔喔 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een своie喔 欸大叔自己也在看 一häng的 好 我觉得不错耶 喜欢 好 这个 走 好 全都要买了 走走走 所以拿一个我可以用的胸给我吧 我觉得预算很潮汁 我们截这一只就好了 不是截汁啦 截那一只就好了 截那一只就好了 不是截汁 好 这就是穿完整套装备 雏巾战士萱萱 大家好 我是雏巾战士萱萱 重点是谁先都会相信我是萱萱 对啊 那个你这样其实看不出来耶 是不是 哦 OK好 看得出来我是谁了吗 我们下一集要去什么地方探险呢 请锁定我们的频道 好啦 那今天节目是不是差不多告一段 差不多啦 因为我家荷包有点 扁吗 不是扁 这是以后到已经破洞了 破洞了 好啦 那其实我们非常谢谢一模多的阿安老板 接下来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哦 更重要的是帮我们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大叔 我是刘萱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等一下就要沿着台六一一路下到苗栗去 呜呜 呜呜 待会 你沿着零线骑上去 这个只要藤原破海 不是训练过了吗 上课也上啦 不要紧张 小心 油门太猛 油门太猛了 他倒了 诶 赶快去拍赶快去拍 这里面酷 那么快去拍赶快去拍赶快 今天 如果呜 没关系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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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